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豆瓣5.1分女心理师值得细细品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体会 该剧讲述了贺顿养子氏通过心理咨询,解析多未来访者心理问题的成因 在相应的心理治疗中,帮助他们走出过往的心理阴霾,重新拥抱生活的动人故事 这一路上,贺顿和电台主播前开议警百然是,意外结识的好友叶佳辉 王家世以及闺蜜汤莉莉兼任姿势一起,在一系列笑语类交织的经历中 疗愈他人也收获了自愈 有点形却不脸谱化的角色和案例,是对现实生活真实的写照 男主和女主接触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尤纳自杀案 察觉到父母的日渐疏离,以自残的方式来小心翼翼地维持家庭的完整 他其实并不想自杀,自残成为了缓解压力和留住父亲的有力招数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他进校园前去看了一眼摄像头 他想让人知道他在 然后最后的反转是小哲的妈妈在尤纳爸爸当年下岗的时候帮过他 所以他爸爸也没有什么出轨的事 最后小哲和尤纳和解,第一个案件算圆满结束 这个案例其实现实里也是有据可循 我看过一个采访说,每年离婚率的高峰期有两个 一个是大型法定假日,之后一个就是中高考结束之后 而这位夫妻的生活矛盾演绎的也很真实 在这个故事里,再一次深刻认识到 父母真的很难理解孩子的抑郁 有那妈说过,那孩子我从小一手大大的 你真的让他跳楼,他不敢 这真的不利于增加青少年抑郁症识别和治愈的概率 从我以为是校园暴力道民警揭开,原来是想告诉我们要多关心孩子 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 从小就被孤立的小莫更让人真实的心疼 小莫这条线看了以后深有感触 因为我也是这种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人 看完这条线的故事后,我觉得拒绝别人需要的不是勇气 而是自信 就是哪怕我拒绝了你,我也不担心我们的关系会发生改变 还有产后抑郁症的詹女士,慢慢她被引导着看到 其实她的身边一直都有人关心她 未来也还有很多的可能,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糟糕 我最喜欢的是她接受治疗后打算重新走入社会 线上面试时的发言 真的很戳人心,很感人也是治愈的 确实,家庭不应该是一种负担 尤其是对内容创作,家庭环境是无可替代的养料 只有真正步入婚姻的人才能够写好生活的一地鸡毛 而最现实的是她没有被录取,虽然面试失败了 但是她拥抱了新的人生 心理咨询师只是打开了一扇门 他们不是神,能否走出阴霾,还是取决于来访者 可以换一种角度和沟通方式来看待人生的悲哀 当然这部缺点也有,我个人觉得一个是女主一上来听觉很夸张 实际上看到后面会发现她的听觉之所以敏锐 其实跟她的童年经历有关 还有就是心理咨询周期短,建立信任的过程可能有一点点理想化 但是剧中也反复强调了心理咨询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 只是可能最终的呈现还是为了影视画作的妥协 有理可据的人设和互动自然的CP线 开始以为男女主这一对是霸总和傻白甜的设定 本以为女主高中暗恋的是男主的兄弟,结果原来是她自己 本来觉得这段剧情有点偶像剧式的狗血 继续追剧却发现又中了导演,编剧打脸的套路 早在酒吧冲锋那次见面就暗暗埋下的铺垫 女主见到男主的反应就很能说明问题 面对闺蜜的追问,她立马语速加快 各种力flag,反应不同寻常 而男主一边疯狂踩雷,一边让女主两次都喜欢上她 但是她拼命踩雷后,也没有将问题树枝高阁 把女主的雷点核心病放在心上 而且私底下做了一些小调查希望能帮到女主 精准踩雷的男主,反倒用这种方式让女主敞开了心扉 男主的终于在第22集表白成功 全程没有一个爱字,却能让人发疯 这部剧没有为了戏剧冲突 夸大来访者的处境来博取噱头 也没有选取那些更能挑起人神经的话题 反倒让人在来访者身上看到了自己和很多人的影子 而豆瓣分数我个人觉得偏低 这个剧有瑕疵但也不至于5点几分 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至少我是看到了本剧的用心 温度治愈的台词分享 真正的好朋友 是落寞的时候挺身而出 是真心给予彼此最强烈的喝彩 不嫉妒对方 成为更好的自己 是看穿了彼此的脆弱与不堪 却依然愿意用力的去拥抱对方 是千千万万来了又走的人里 我最懂你的感受 喧嚣成事 回归寂静 灯火阑珊 我仍和你把酒言欢 促膝常谈 去坚持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因为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毕竟在漫漫人生路中 我们才是自己的掌舵者 在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城市 每个群体 都有人跑得快 有人走得慢 甚至还有人掉队了 掉队这个词形容得不太贴切 应该说这些人更想活在以前的世界 沉浸在昨日的美好 而错过了今日的班车 可往往是这些人 他们的困境 他们的想法却很容易被忽视 也最容易的不到关注 不逃避 不沉默 不示弱 我希望把这句话身处期间的你 只要你需要 你愿意伸手 你愿意张口 总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在等你 你并不是孤单一个人 你可以改变自己 你要相信 并不是父母健全的家庭 才可以培养出非常有爱的孩子 只要你给予孩子足够的爱 关心还有陪伴 孩子依旧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 02-王一博点亮潮流新讯号 突破至先 最符合气质的时尚设计 王一博在穿衣风格上 可谓是实现了独树一致的个人风格 凡是他上身过的 都有着浓烈个人特色 在众多的潮流穿搭中 无疑Oviso算是最符合王一博气质的 又潮又酷 每次的潮流单品一经上线 必定引来众多人的关注 每次都把王一博的酷 给呈现出别样的视觉冲击力 不单单是酷 而是一种休闲舒服的生活态度 不得不说 潮牌选人 果然是精心挑选的 选择王一博成EVISU全球代言人 可谓是最佳匹配 这次的全新款上线 点亮了春夏潮流的信号 更是在传递了一种燃爆的城市街头休闲风格 众所周知 王一博对于花色系衣服的表现上 拿捏气质有种典雅中带着脾离脾气 中性风控制的恰到好处 这次更是突破性的花色外 套 给人眼前一亮 一个把花衣服穿得很潮 把牛 紫外 套穿得高贵 王一博算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了吧 其实潮牌对于年轻人而言 显然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Z世代的年轻一代 更加注重时尚感跟舒适风 突破了个人的束缚性 不再刻板印象 甚至如今更多的中性风成为主流选择 所以王一博的时尚表现力才会成为当下年轻人追风的一个存在 王一博代表了Z世代的一个态度 随性中更注重个人感受 不再追求高端束缚性的设计 更多是推陈初心寻求突破 喜欢在穿衣中 融合个性化的追求 特别是文化元素的注入 增强个人对于文化的认可度 跟提升文化自信力 无论是最近的安踏推出的新款 还是王一博休闲福态 平鸟 都注入了王一博的个人风格元素 滑 板 斜的奥利款 潮流新款中 绿色的点缀 都在个人 风格中融合了王一博的特色 如今的王一博 他的价值逐渐形成个人 风格 显然成为了娱乐圈特有的一个存在 因为没有对标 再加上他的风格多变 很多人想模仿却无法抓到其精髓 他的全能型 又在喜欢的领域中 做到了极致追求 才会让商务资源呈现井喷噬爆发 个人 风格具有特色 才能凸显出来 纷纷效仿的结果 不过是东施笑评 一笑 大仿 有些人都在说 当下的娱乐圈不过是资本运作的天地 在这个时代 资本再强大 貌似都在他房后一蹶不振 唯有实力才能屹立不倒 娱乐就是个圈 并非我们想的那般不堪 也没有我们想的那般光鲜 我们在娱乐消遣中 寻求的是一种精神的释放 不是让娱乐变成精神负担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